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请到了我们这里 先给我们的观众打一个招呼吧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王杰 我今年其实很小 20岁左右 对对对 20岁都不到 不到还不到 心态上 心态上 那么再给大家介绍 这位美女 香港的名模 齐齐 特别找她来给你配戏 你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就是下次我应该 穿个更高的一个鞋子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很高的 高喜欢 她身材很标准 她够高 她又不是太高 所以这样是刚刚 我刚刚还以为她是混血 她还不算太高 我就算猪如了 你正好可以讲一讲 你欣赏的女孩子 是什么形象 其实我对女孩子的要求 并不是很高 其实我注重的是内在美 我喜欢女孩子 最好是会玩乐器 然后呢 就是念过很多书 然后最好那个嘴巴 不要咯啦咯啦咯啦一大堆话 或者东加长啊西加短的 她是不要长舌妇 对对对 我最怕长舌妇 长相呢 我倒不在意她是漂亮或者什么 我觉得漂亮不漂亮不重要 只要五官很标准 齐全 齐全 然后身材 当然男人嘛 就会比较注重女孩子的身材 身材 身材好不好 均不均匀 对你现在发现没有 我觉得好像比起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啊 审美标准有变化 你像我爸爸的那一代 对女孩子其实主要看长相 是脸蛋脸盘如何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 越来越多的分数开始转到体型 对 身材上 特别奇怪 就像我有个朋友 他其实不是我的女朋友 是女的一个朋友 女性的朋友 就长得很漂亮 就他到了阿拉伯 就没有人要看他 反而他旁边那个朋友是 那个体积是很大 原来阿拉伯人是 女孩子越胖越肥越美 越美 是不是这样 真的真的 对阿拉伯人听了不高兴 不会不会 真的是这样 阿拉伯人都追起来的吗 这很奇怪啊这个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胖的人不要自卑 可以到阿拉伯去 那你看你是台湾人啦 现在又在这个香港特别红 其实我 我其实是香港人 但是因为我 出唱片在台湾出唱片 我觉得追溯上去 你还是西安人呢 我西安人 陕西西安 对 那就可以说你对这个内地啊 香港啊台湾啊 这几个地方的女孩子 都有所认识 有所认识 有什么结论 结论啊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 女孩子跟男孩子 都有她的美 特别是我觉得男孩子来讲 我觉得最英俊的男孩子是陕西人 特别是西安人 你是吗是不是 我不敢是 其实我真的觉得 你看很多很多西安人都 陕西人都长得比较高大 然后眼睛比较大 我是例外 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单一个双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全家就是我一个单眼皮 那鼻子都是高高 脸都还不错的 对对对 对都是西安人 陕西人比较多 俊男是出在陕西 是陕西有句话嘛 叫做这个 米芝的婆姨 隋德的汉 就米芝和隋德 是陕西的两个地方 就是隋德这个地方的男子 那你知不知道中国来讲 就我们中国这么大 美女 出名有美女是哪里 你知道吗 一般来说就是杭州啊 杭州出美女 西安出俊南嘛 这个话应该挺多 所以我是西安人 反正转来转去 都是夸自己 对啊 不过你们看那个 王杰现在这么开心 但是我觉得你的长相啊 实际是给我一种挺悲情的长相 所以你看你的孩子什么印象 我也是 我觉得他是那种不爱讲话 很受恋自己这种 在家里喜欢看书的 其实我平常就不是很 真的很爱讲话 我平常是我觉得讲话 其实蛮累的 但上节目当然聊天 如果刚好聊对话题了 我就会很高兴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这个当年你出这个一场游戏 一场梦那个时候 好多这个大学女生啊 会觉得这是一个让女人心碎的形象和声音 我长得像心碎吗 但是我讲一句啊 不是说丑的 还是心碎的 没有我那时候刚好 你那首歌出来的时候呢 我很喜欢那首歌 然后我跟我的好朋友 另外一个那个模特 马斯惠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 他就带着你的唱片嘛 那已经应该出了两三年了 然后带着我们去法国做事 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睡一个床吗 你们两个人睡一个床 有什么问题 没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带子 只有一个那个 一人带一边 一人带一边听 结果两个就 然后就听了一个乐 然后这样子 就听这一首歌 就是一直回忆 他那一圈带子 一直这样重复 有没有 那我今天真是找对人了 那下次我 我也是我们一人带一边 我也想试试看这样子 你倒想那种艳福呢 不过说起来 你自己觉得你算不算是 故意的把自己做成一个 悲情歌手的形象还是怎样 其实没有 我以前 我的个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这几年 因为我在加拿大住 住了很多年 住了七年多 我觉得我自己变了 因为我在加拿大 我几乎 我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交的朋友 几乎都是西方朋友比较多 所以这段 这七年来 其实我在加拿大住 我觉得让我自己 已经变得开朗了很多 以前我最记得 我刚到加拿大 老跟中国人打交道就沉闷 也不是 老外比较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直 我不够圆滑 那有时候跟中国人交朋友呢 就是会觉得 他们会觉得不喜欢我 因为觉得我讲话 好像太直了 比方说你 我觉得你今天这边不漂亮 我是直说的 是吗 我绝对不会说 你好美啊 不过 我不会来这一套的 但跟西方朋友 我刚去的时候很好笑 以前他们看到我 他们都不相信我是中国人 他们都认为我是日本人 对 像日本人 对 但是因为怎么样讲 我说你们为什么会觉得 我像日本人 他说你一点都不像中国人 他说你根本不像香港人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这样 他说香港人很 就话很多 可能刮躁 他们去茶楼喝茶的时候 有没有 老师听到 这个音拖很长的 你从来都不讲话 你那个脸像苦瓜干一样 苦瓜干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巧 我说我是中国人 他们都不相信 后来就是常常被他们这样 开我玩笑 开我玩笑 一直开 常常整我 那到底怎么整你 比方说外国人有个很老板 比方说他有时候比方说 你看看我的手放在这边 你这样搅 这样搅 我说干嘛要这样搅 他说你搅嘛 你搅嘛 我就一直这样搅 搅 搅完之后 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是干啥 我看像傻瓜游戏 我也觉得是一个傻瓜 可是但是你不要说 他们做得很好玩 他们外国人很多这种手势 很多这种怪动作 但你就会觉得很好玩 可是你会被他逗得笑着你 然后比方说 有时候 比方说他会问你一个笑话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鸡肉跨了路 叫你去猜 猜不到 为什么鸡要过马路 就是那个小鸡那个母鸡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鸡嘛 就是鸡肉在英文来讲 就是胆小鬼 就是闹肿或者是什么 没有胆的人 所以他为了证明他不是胆小鬼嘛 所以他要过马路嘛 但我觉得这是很低智商的游戏啊 不是他其实就是幽默 他就是开玩笑 外国人的幽默 是要外国人他们自己本身才懂 他们是用一种很casual的方法 对啊 比方说有时候外国人 他有一种幽默 比方说他问你 你一直问人家一个问题 人家很烦 不想打你 Hey have you seen stevey wonder's swim pool 你有没有看过 stevey wonder的游泳池 那我说我一定会说 No 那就对了 That's it 因为他是瞎子来的嘛 他是会游泳 他怎么跑就游泳 这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问你的话太多 我不想打你话 哦 那是一种幽默 所以他这个跟中国人不一样 不太一样 你多年来打交道 你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中国人比较 我这样说好了 这么多年感觉上 其实我觉得人都是一样的 外国人是比较现实 中国人比较虚伪 你够胆在中国的电视台说这样的话 本身也说明你的性格直接 但是我也说实在话 你说虚伪有虚伪的好处 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虚伪 其实是过度的礼貌 你觉得 我觉得虚伪并不见得是一个难听的话 所以应该说比较含蓄吧 比较 比较礼貌 中国人是过度礼貌 比方说有时候你看他们握手 你手给我一下 握手 你好 你好 你看这就是中国人 外国人不要 但是外国人握手这样子很痛的 他就这样 我觉得可能文化不太一样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个样 但是从中国人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倒有个好处 比方说一来你就知道这个人虚伪 比方说这个人跑过来 你好你好 你会觉得他很诚恳 以后更容易去分 握手要小心 他就是用这个来判断人 我有试过 人家跟我握手 好像人家握手就是这样 碰一下 就这样碰一下 我很讨厌 还有一种人讨厌 来你握手 先去广告 别搞这么多 一直在摸人家手 广告之后再解说 明星三人行 广告之后再见王杰 广告